歡迎大家回到逢星期五晚的動漫廢物電台的動漫廢物節目 歡迎大家收聽 收聽的方法呢 如果你已經在聽直播當然就已經在聽了 歡迎來到我們那個Youtube的頻道那裏 收聽我們的直播 當然我們還有很大量的節目的archive 歡迎大家去各大店鋪那裏按照來播 贊助一下我們少少的網台 這個行黑計劃 那今晚呢 講的題目呢 就是叫做 Gay奇幻智慧隊的 那就先介紹一下自己先啦 我是Sun Wang 還有一個在電話裏面的 大家好我是曼記 對啦 因為曼記就 就是 他就要在電話裏面跟我們 空中相會 我們現在在封sexy 為甚麼要這樣說 沒有這麼多事 因為這個奇幻智慧隊 真的看到別人有奇幻又有智慧 很開心 先說一下故事 先說一下故事 先說一下作者 作者就是這個 紐奈巧這個作家 他的出生也挺有趣的 因為原來他本身真的是一個智慧官 他是退役之後 在這個06年開始 就是用這個筆名 對不起 不懂得讀了 是日文來的 在網站那裏發表這個奇幻智慧隊的系列 寫到09年的 他除了寫這個奇幻智慧隊之外 還寫了一個叫做 戰國追擊手 以及一個叫做 組 追擊兵風 雪妖精與白色死神 因為這一套 我相信他有這個自衛官的知識 這個經歷 所以這次寫這個奇幻智慧隊的故事 都是有非常紮實的軍事描繪在裏面 你已經在說唯一的優點了吧 那也不是的 因為這個故事是有出氣彈來的 有這個奇幻 有這個軍事描繪 還有這個 最重要是智慧 還有這個 主角帶著一班後工 先來一個故事簡介 故事就是 某日在20XX年的8月 突然間在東京的銀座 有一道門 即是有一道傳送門 打開了 有一把大量的怪物 以及一些類似中世紀古羅馬的騎士 就是殺了一大堆人 發生了這個情況之後 七天之後 日本自衛軍隊 組織了自衛軍 反攻異世界 衝進門裡 殺了一大群人 其實打幾次仗 其實有一次找了他們十二萬大軍 是 而這個故事的主角 就是伊丹耀斯 其實他剛好就是那天 其實他本身是一個 33歲 是衛街二等的中衛 他本身那天 他在銀座事件的時候 其實他是休假 以及想去參加 Comic Care 是想去抵動銀劑 但是因為看到這個事件發生 順便以軍人的身份 就救了一些平民 平息了一些事情 而是受到這個軍隊 日本政府的一個獎賞 就是一個稱 叫什麼 拿了一個獎牌 以及會照了 因為以他的處事出色的話 就是照了他過去幫忙 在那個異世界裏面 是做一些事情的 那這個故事 其實就是講這個主角 伊丹耀斯 怎樣帶著一班後宮 單身匹馬 在這個中古世界那裏 還有拿著一些現代軍備 去虐殺那些其他的飛龍 就是那個地方裏面的國家的政府 那大概的故事 就是講一個這樣的故事 那呢 剛剛說過 那個故事 不是應該是講後面那些 入了異世界裏面發生的事情 才是最準確嗎 是 那其實呢 是的 多謝萬機提醒 這套書 其實是漫畫版 就是十集的 也都有一個動畫版的 動畫版就是24話 剛才所說的 是進入了異世界裏面 那說 耀斯怎樣在裏面 譬如他要去 修後宮 應該是說 去接觸 那個異世界裏面的國家 做一些外交的 一些談判 那也都是 他們中間也都遇到一篇 是一個炎龍篇 就是因為說 有個黑精靈出現了的時候 因為那個炎龍出現了 想他們幫 找一班自衛隊的人 去幫忙去殲滅他 那也都說之後 在那個 有一些 叛亂 因為其實 對於兩個世界來講 就是在異世界 和在日本來講 其實在我們的地球這邊 都是因為 多了一個傳送門 多了很多關於 可能資源的分配 很多其他國家都在 喉著 或者他們覺得 在異世界那裡看到 即現代世界的軍備如何強 或者文化 說為什麼這麼先進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大的文化衝擊 都是這個故事 想表達的一些 為什麼你可以 將一本這樣的書 這麼認真地說出來 那沒辦法 我是House 唯有說得認真一點 我會這樣看 那個動畫 其實就分了三部份 首先就是所謂的接觸篇 然後就是炎龍篇 第三個就是蘇洞篇 其實這個故事 一開始就是講兩地的 即是異世界和現世界 簡單來說就是日本自衛隊 如何進入這個異世界 向對方耀武揚毅 打了一個什麼 亞爾路士 是嗎 是 然後再吃了別人一個叫 意大利卡的大約一個小城鎮 因為 因為他 用那個位置來做句點 然後一直都希望可以 那個國家 對 那個國家 大國跟他講話 那目的 其實大家都明白 現在這個世界的資源很少 如果你是能夠開採得到一個異世界的地方 其實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也带有少量无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 一直都在盯着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由他们三个国家一起进入门 但因为门是硬了很难排兵进去 所以主要都是描述自卫队怎样向那班人 认识了很多人,譬如平娜殿下公主,然后认识了七六王子 七六王子后来就勉强抢了王位 然后就跟日本自卫队开拖一个骚争片 当然他们是有些受到煽动 中间就是我们去中世纪或者打KRPG game 经常都想发生的就是一个屠容片 讲完这个故事 其实我认识他有一些位置挺有趣的 应该这么说,或者作者本身也好 如果用中文的术语来说,他是一个很日本愤青 因为一开始我已经有一种很宣洩主权的感觉 他说大概日本总理就说,因为那道门就在日本领土里 所以二世纪应该大概是当日本领土伸延似的 就是something like that 然后最初那些美国佬很肯定 不要管,是等日本人去选择他 但说着说着又发觉,原来各国都对这个地方有兴趣 他比较多的描述是哪个呢?中国 虽然我跟现实很相符 那时候总理应该还是温家宝 那时候的集帝上台没了 总之说到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他说中国大陆十三亿人口 当然是在那里 最好就把一半人口扔到那里,把新中国弄出来 描写得最多就是中国 反而呢 美国和俄罗斯其实都不是很多 是的 因为他刚才世界各个都是这样说 因为你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二世纪 那个地方又没有污染,又多地 又有那些自然资源,农产品 全部都是合适的 那你真的可以在里面予取予携的 那就... 看到这儿,我觉得... 就是... 就是我跟各位听众不妨老实说 我就慢慢看了五、六期左右 我真的受不了 那就是很冷静 就是... 他是... 那叫什么呢 如果大陆经常被架者笑咎的抗日剧 这套其实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立场看的 这些日本飞机片来的 是哦 终极飞机漫画来的 因为有一段我也很强烈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他已经说到 日本仔在那个二世纪的桥头堡那里 阿尔劳斯山丘那里 其实已经是霸了整个地 就是建立了他们的一个基地 然后呢 就是继续在打人之后 其实在青年 后来严隆篇出现的那个黑精灵 他就来说 喂 我想找自卫队大人 因为听说所有这些绿色的人 这些自卫队大人 都是好人来的 都是有求必应的 你有难找他帮忙 他一定帮忙 是因为他里面描写到日本或者自卫队 是保护这个二世纪免受的陷居入侵 虽然他们本身就是应该入侵了那个世界的陷居 是吗 我哪里我看得很不舒服呢 是 有几点我觉得我看得很不舒服 第一 我固然之绝对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些什么的永不称霸 那些是废话来的 有机会称霸 他们是搬到陷居 有地当然是抢的 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放在同样的情况 我也相信日本会这样做 不要说我自己这么好人 不要这么清高 其一 其二是 我想有少少日本情意结 是因为他们自卫队 不是正常化 现在就因为他们严格上来说 他们还不是可以叫做正规的军队 因为他们受这个二前后的条款 但是 这本书上想描写到自卫队很勇猛 你打什么东西 你打那些拿弓箭的人 有多少人勇猛 你找一些直升机 你找一些直升机 你找一些炸弓的人 大佬 我想这一套动画 就是我看动画了 我自己觉得其实他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他本身是自卫官来的 曾经 所以就变成了他很容易就美化了自己曾经身处过的那个位置 你想想 其实这宗要斯很大的机会就是他自己来的 因为他也是一个宅来的 这宗要斯是一个宅来的 是 他一直都是说他如果在事后 我都是为了事后才工作的 如果在事后和工作之间我当然是个人事后 而作为一个宅的事后 那么他宅到极限 是不是就是退一役之后他就来写一些小说 所以这宗要斯是他来的 于是他就将他自己宅的幻想就投射下去 他这宗要斯身上 如果有一天当时我身为自卫官 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我会做些什么呢 那我当然是一个最好的人 上级有个人都帮我的 我要些什么上级一定会帮忙 我的同僚也一定会帮我 那些叫做戏于上门下 拿到最好的资源 接着会认识到谁呢 接着会认识到魔法师 接着会认识到巫女 接着会认识到死神 不是那不是巫女 那个是精灵 接着会认识到公主又看帖 接着会认识到我们的 哇真的 我去到哪里都是万人迷 无枉而不利 是的 就是我刚才说 我感觉上已经很大费 因为本身呢 我觉得你将一些现代东西放进去 二世教或者古代 不是没有成功过的例子 或者一些长篇连载就是飘楼舰队 但是不同的是什么 飘楼舰队就算有些很先进的武器也好 首先他是孤军 还有他是没有補给 他那些飞弹射人一支炸一支 虽然他说他有多少支都行 但是这队 自卫队 他有无限的補给 虽然说你找粉丝炸掉整个国家就行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事 除了你拿来自己自我 幻想打飞机之外 还有他那种 吹捧自卫队 所以到了一个地步 我觉得 地步是不是这么厉害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首先大家 留意一下这本《漫娃成物链》 《成物链》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是什么 自卫队和二世界的人 自卫队可以轻易地把他那12万大军殲滅 大家留意这件事 然后他们中间有一段故事 是邀请了一个黑精灵和公主 还有一个精灵 去日本作客 那些中国 死神的精灵和魔法师 就是跟着要师那三条女 结果那些中国 俄罗斯和美国的特种部队想抓他们 去到温泉旅馆 结果那三个来的二世界的女人 是打到那些特种部队的 那你看到整个 是死神做的 那两个没打到的 也有射箭的 有射箭的 你又看到那条食物链在哪 自卫队最强的 然后就是二世界的垃圾 然后就是被二世界垃圾打草的 美国和俄罗斯和中国的特种部队 我看到这里我真是忍不忍弃棄书 我不是这样看的 你看到就是在那条食物链上面 当然啦 自卫队他怎么都会写到是英勇无比的 但是他会受到一些人渣级的文官 即幕僚去限制 因为最初他们是可以守住美国那帮特工的 但是因为是个总统投降了给美国总统 他说不知道要揭发他 所以才要找罗莉就是死神出来掃墙 但是问题就是 你这个背后当然有所谓政治上的影响 但是 我想我这条食物链的比较是 我是那种武力上的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就是怎么说呢 我看到那里是 我是觉得 如果你以个人战斗力的话 其实应该无人打得赢死神 只不过是 智慧队仁义道德 他就算是 殲滅了对方十二万大军 而自己一个人都没死也好 那我都不会 就是拿了这些武器 掃墙了你的东西 我们都还要聊天 还要对话 因为他这里是 就是我又明白 他作为一个日本人的不满 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队军队 但又经常不可以用 就是经常被那些 全家产民官抑制 但是其实我们很厉害 但是 作为一个 非日本人的角度去看 我会觉得 你明明是一个太监 就不要假扮自己扯棋 你是一队不完整的军队 就是一队不肯完整的军队 就是你写这些漫画出来 好像欲敬重生 是不是欲敬重生 欲敬重生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本 会在日本大卖 我看的时候 如果我是日本人 我看这本 我当然会购买 欲敬重生 又要去打飞机 智慧队也有弱点 因为其中有一幕 说到 即他们冲到皇宫 那里 笨蛋王子 其实都捉了几个日本人做奴隸 就是有淫欲他 这个时候 耀司也是血冲上头 可以去打皇子 然后皇帝也说了一句 他说 日本人自卫队 你们是好打 但你们有一个最大的弱点 是什么 太爱惜人民 这件事是会令到你们有弱点 被人抓住的 还有 看到这里 我有些不舍的是什么 因为另外这类型的题材 你可以看到是 所谓文明 科技文明 或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文明 对着一个相对落后的文明 是如何去 那种文化的冲突 人家科技不够你 等于他是按钩 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我本身 也有看罗马士 我觉得 他们不是按钩 你不赢一次 他们会继续跟你打 那种国家是狠狠的 他文化水准不够 你高不等于他是狠狠 你灭了他12万大军 又有飞弹又行 他撞跟你打 我觉得他是 他那种是 那种是鄙视其他文明 我看这本书 我看得很不舒服 我想说 我想说 其实他有继续跟他打到吗 他输了一场之后 一直都处于一个 没有什么战争的 是的 他最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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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帝国 都会常常 会谈论 如何拿回 俘虏 他们想 复巢 有些人都会谈论 不过我们打回 尤其是笨蛋王子 后来 上了场之后 其实是有些 想打回 不过 到最后 他们都没有打 出不了 是的 我印象之中 他们应该都没有怎么打 因为 因为 大家 可能蝙蝠有限 他重点都不是想说 那么现实的 他想说奇幻 但是 二来 就是他都死了 我忘记了 是否真的死了12万 因为动画 我记得的 一开始就是说 他们死了五六万人 另外 第一次在行坐 被人 就是图察那边 就两边加起来 死了十多万人 当然这个不重要 就是数字不重要 所以 我反而是一直都看的 是以为 是 是很零星的 战斗 不是很大规模 因为 帝国那边 很多时候 都已经是留 停了在 就是 主禍主战在那里吹水 那 自卫队 很大的飞机 他们打得 是不会 不会主动攻击人 是的 是的 他们只是自卫 人家打来我才打回头 是的 很客气的 是的 所以都说到 姚思 其实 他就算 中间那段 就是他 想出去打 厌龙片的时候 其实是 那些文官 等等都跟他说 喂 我们不能随便出去 打的 因为你又要 那些地域限制 等等 那些 当然啦 像刚才说 姚思是万人迷 他的同僚 上司 帮他 不如这样 你搞个 叫做 叫做 checking 就是做那些 site visit 出去 查一下这个世界 有些什么资源 你就可以自己 带一队人 冲出去 你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 这个 也是 做到 姚思可以 带着几条女 出去 搞老 你说起这一段 完全是什么 完全是龙虎门来的 为什么 完全是龙虎门的什么 就是 他说是 报 公仇 就是帮 暗黑精灵 是 打算 暗黑精灵 我求你们 打那条厌龙 他杀了我们 全 全个族 我们现在躲在 山林 石林 之后 自卫队是不肯帮忙的 是 接着他求 耀思 耀思就说 我都帮不了你了 你不要搞我了 但是到 精灵 我一时间不记得精灵 叫什么名字 就是黑精灵 不是 杜家 杜家是白色精灵 白色精灵 他一想起 其实我爸爸也是被 炎龙 炎火烧死的 然后就当了 耀思 就是他在室上 然后当了耀思 是 他老爸 然后立刻就说 我要找我女儿保守 有意思 大约几个女儿去 搞正 和自己对下属一起搞正 没有啊 下属都没有啊 就是 完全是 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喜好 不是 因为这件事有多严重 或者这件事有多 挺正义 挺大意想言 是啊 所以你一说 你整套书都是 帮日本自卫队打飞机之外 这一段也是 作者很想为自己打飞机 如果我作为一个宅 带着几个女儿 还要我赢 真的很想这样做 你打一条龙又多难啊 全家产 又有火箭炮 又有直升机 又有机关枪 那样 我觉得那条龙是 已经是 最高级的boss 是 是 那 那 我打Montem也是拿把刀去的 大哥 哈哈 但是 但是 他的弱点是很少的 是 他第一次打他的时候 都说 唯一只眼是弱点 是 是 而且打断了一只手的 是啊 是啊 但是 就是他们作为血肉之驱 就是这条龙啊 哈哈 你是有射 就是 迫戟炮啊 然后又几部战警到尿他啊 又炸弱啊 是啊 又手榴弹啊 又炸弱啊 又榴弹炮啊 之外 基本上你杀他不死 你其实应该容易辞官的 应该对 那条龙 通那条龙赢了吧 大哥 哈哈 很难那条龙是 会赢到 他就得 他就得 他杀了个妈妈 他就有两条龙子走出来的嘛 是啊 那 你打得 查得到一个 还有呢 我自己觉得 在那个作品里面 因为可能重点不是在这里啦 或者重点是在于他需要打飞机啦 那问题令到我觉得很不舒服的是什么 就是 任何人 是任何人 对于自卫队的攻击呢 都会无效化的啊 喏 射箭呢 基本上是不死人的啦 是啊 是啊 通常都只是斩死 和他拍拖那些帝国 那些是 那些劏主凳来的嘛 就是自卫队 你去帮哪一边呢 那边呢 就会被人杀到 仆街 那跟着可能是 平下公主那边啦 可能是 之前不是守过一个城 好像就是 意大利卡 是啊 是啊 那你帮个暗黑精灵 那你帮个暗黑精灵 暗黑精灵 其实他原本不是说是一条龙灭它 灭它 是啊 其实现在可能都灭了 只管一个暗黑精灵 就是求他的那个母死 就是那个大波妹 是啊 只管他大波妹死 其他人都好像死了 那样的 喂 那条龙一贫火其他人是不会走的 那几个智慧队 是刚刚可以找到一个洞 可以躲进去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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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 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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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